一陣天涯地黃雞頭 彷彿受到強陣摧殘瘋狂 左右晃動 現場瓦砺玻璃 如暴雨般不斷往下砸 瞬間粉塵瀰漫 住戶驚慌逃命 滿臉鮮血 衣服都來不及穿 赤裸上半身被推上救護車 男子雙手嚴重脫皮 金雞到食鹽水降溫 暗夜氣爆驚魂 正挑街像是被炸彈襲擊 鐵窗搖搖欲墜 被卡在圍裡銜接掉落 正拍窗戶全都震碎 家中雜物噴出柏油路 老舊公寓不敵氣爆圍裡 水泥快崩塌 建築結構全毀 昨天右設共20戶全遭殃 大半夜驚醒 家瑜仿佛被子彈掃過 大片玻璃被震碎 住戶急忙扫地收拾 不過這些都還算小case 公寓五樓的引爆點 才真的面目全非 當時睡在裡頭的林姓兄弟 還有哥哥的女友 全都被炸傷 好在傷勢都不嚴重 就連住在三四樓的住戶也遭殃 玻璃割傷緊急送醫觀察 而兩兄弟的母親 因為出門撿回收幸運 多過一劫 他的二兒子要洗澡 然後那個開瓦斯的時候 就放下去了 他只有他剛好在外面 弄回收 怎麼會突然氣爆 警銷研判 住戶洗澡瓦斯 外線釀貨 好在受困一家人 都僅有些微灼傷 只是好端端年節假期 被突如其帶的意外 好心情全毀了 謝謝楊哥宋香凌 新北市報導